阿妹的演唱會來到第九場了 聲音還是跟第一天一樣 真的是很完美 下一首歌 常常有人點 從很久以前就開始一直點 但是我會假裝沒有聽到 然後就會逃避 因為這首歌真的很難唱 這首歌唱完之後 感覺好像演唱會就結束了 這麼難唱 真的 所以 我說整場演唱會 我最可怕也最緊張的 就這一段 但是 挑戰一下 I know No 誰對誰錯為 跟我 是我 是婚樂婆 朋友 你懂不懂 說 說 他們愛的自由 我們 我們 你要怎麼做 我 我 我 難得不到 成就 Oh No 誰沒有 抱 不想做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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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不想做 我 我 不想做 我 不想做 我 不想做 那 那 你們平常在幹嘛 你們沒有工作嗎 沒有 沒有啊 那邊比較放得開啦 不好意思 跟妳說 演唱會 不能 撐住啊 各位 不可以 不可以 我跟妳說 短短只有三個小時 妳撐住 就 過囉 可能下一次我要回來 要七年喔 然後我剛剛 我剛剛在說啊 我今天第九場 親愛的 我每一場 我都當做 好像 已經演唱會唱完了 就是最後一場這樣 每一場就是 直接就是大爆炸 好不好 我不會管明天有沒有唱了 你們也是好不好 好 讓我聽一下那個 從口罩裡面 發出的聲音是怎麼樣 雖然歌迷的情緒很high 但演唱會 頻頻遭到抗議 對此阿妹的心情 似乎不受影響 之前柯文哲就表示 小巨蛋真的不適合唱 三天三夜 還說如果要唱 真的該另外找地方 而經紀人陳正川也坦言 我覺得不適合 帶回來小巨蛋了 目前能做的就是 盡量準時結束 希望演唱會能順順的過完 希望演唱會能順順的過完